謝謝合社團 請進一支介紹 請大家包括每個信號 信號裡面有幾張資料 請大家拿出來 然後在離開之前 有一張問券 黃色的這一張 黃色的這一張問券 請大家在離開之前 把它填寫一下 另外 這個宣傳裡面還有 有幾張資料 請大家在這個 後面的一些新書 還有 親近小站的活動的部分 最後我再請大家看 這個書裡面 這邊有一個議告 就是2015 失言增千音業會 這邊有一個議告 這個是每年一年一度的 那這個 都是由我們這個 王前緯 我們的董事長 每年喔 照例都沒有缺席過 每一年都有的這個營業會 歡迎大家到時候來參加 好 那最後 請林教授 要不要再來做個集 請 在這個最短的時間 能夠有什麼樣的 充... 充足的內容呢 讓大家 獲得健康 這是一個很好的自信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好好抓住 源頭 那個源頭正確 那以下就好做啦 西方 有一位西歐馬的皇帝 叫做Marcus Cornelius 他 被尊稱為 哲學皇帝 他有一本很重要的書 叫做 Meditation 陳書錄 他留下了 這麼樣的一句話 他說 In search of the truth 為了遵循真理 men and by which men never yet was harmed 為了追求真理 不要因此而受到傷害 這個也就是 Hippocrates 他的教委 守務無商 不要因為錯誤的遵循 結果越弄越糟糕 這個是我們很重要的 我們說西方有油畫 東方有水墨畫 那今天我們要提出來的 說什麼中西 中學為 以西學為用 中西一 合併在一起 實在是為人所難 只好在這個水墨畫上面 在這邊油畫等等 這個時候我們提出的 一個空白的Canvas 在這個畫布上面 是一張空白的畫布 那我們應該怎麼畫 我覺得 我們最好是讓他一直空白下去 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引用老子 道德經 五千七百六十八個字的第六章 他 我覺得那個正是為我們 今天所談的內容 來做一個 注腳 他說 古神不死是為玄聘 玄聘之門是為天地根 綿綿若純 就是用之不勤 各位 綿綿若純 他叫做 Invisible strength 這一股力量 各位 陽光 空氣 水 大地 你平時 你會覺得 他的存在的重要嗎 不會 他是 有肉如實肉虛 綿綿若純 Invisible strength 然後第二句話呢 如果你 發動這個 綿綿若純的道理 那你就會 用之不勤 你不必很勤勞 你就可以有很好 取之不盡 用之不解的收穫 所以 自然醫學叫做什麼 綿綿若純 用之不解 他叫做 看不到的力量 他是 無敵艦隊的力量 Invisible strength and Invisible strength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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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 有始有終 在結束之前 我們請 操一道鐵 來跟大家 獻付幾件事情 今天非常謝謝 我們羽慧的貴賓 也謝謝你們今天 用禮拜六 自己的休假時間 來參與我們的聖會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今天 所有的這些專家學者們 給我們很多 這個養生保健方面的 這些建議 在這裡